我現在要示範的是Light Camera 通常我會拿來製作一個問候圖 首先你必須安裝這個應用軟體Light Camera 裝完之後我們就把它開啟 開啟之後我選擇相簿 這時候我就可以挑選我想要拿來製作問候圖的照片 我這時候選擇相機裡面的照片 挑一張適合的 比如說這一張 打開來之後我就按選擇 好那第一步呢你選擇這張照片 你就要必須確認這張照片 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這邊呢有一個裁切的功能 通常我們在Line裡面傳訊息的時候 那個照片通常我們都是用1比1的尺寸 所以在這個尺寸的設定呢我們就要選擇1比1 好再來1比1之後呢你會發現好像 上下裁切的位置呢不太符合你的需要 這時候呢你可以調整這個框 然後你把照片調到這個框的範圍內 好如果確認這樣OK的話我們再來看看 去看需不需要做水平的校正 好照片有沒有歪掉 好如果照片你覺得有點歪掉的話 你可以調整這個角度 好調到你喜歡的 好確認之後呢我們就按這個綠色的勾勾 好那這邊都設完之後我們再來看看下面 嗯下面我們通常做控控圖的話可能會需要 嗯這個框吧 那這時候我們就選擇框 好那這邊有非常多的框喔 你可以挑選你喜歡的主題 好挑選你喜歡框的樣式 好那加框之後呢 如果你覺得框的顏色 你還想要再做調整呢 你再點擊這個地方 還可以進一步的調整 框的一些進階設定 你可以調整它的顏色 調整它的彩度 調整它的亮度 調整它的亮度 調整它的深淺 好那調整完之後呢 你記得要按綠色勾勾 回到上面一層 好按你調完之後呢 你如果覺得這樣子已經OK了 那你想再回到上一層呢 這時候你就點擊這個畫面 好 點擊畫面之後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通常想要在這個圖上面加個貼圖的話呢 你就是選擇這個地方 好進來 好挑選你喜歡的貼圖主題 挑選你喜歡的貼圖 那貼圖 那貼圖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拖曳它 調整到你喜歡的位置 好你可以好 放在這邊喔 拖曳到這邊 那你覺得大小不太大了 你可以把它縮小 還可以旋轉它方向 好那拖曳到你喜歡的位置 那如果你貼圖都貼完了之後呢 你還可以增加文字 那文字的部分呢 就是這個T 這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增加文字 那我們在這邊呢 先選擇文字 好按在這邊 我們就輸入一下文字 那輸入完之後呢 我們就按下一步 好那在這邊呢 是選字型 那中文字型呢 比較沒有什麼可以選擇喔 我就隨意挑一個字型 好那字型進來之後呢 我們先幫它上顏色 那文字的顏色呢 好我們就挑一個顏色 那因為文字的顏色 你如果放在任何區域喔 有時候因為背景顏色的關係 你可能會看不清楚 那這時候呢 我會建議大家可以 再增加這個輪廓的顏色 那輪廓顏色呢 好我們就挑一個 好 加入輪廓顏色之後呢 你不管文字放在什麼位置呢 都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好 那再來呢 我們要調整字的大小 跟旋轉角度 好那我就把字呢 調到我要的位置 好字打完之後呢 好你就按綠色勾勾 再回到上一層 好如果你確定 你的貼圖已經完成之後呢 好你就按一下這個綠色的箭頭 那它就會幫你把這張圖儲存起來 好到了這邊呢 你可以同時選擇 看你要用什麼樣的APP 將你的貼圖分享出去 好比如說像LINE呢 你就可以挑選你的群組 挑選你的群組 來分享出去 好 那以上呢 就是貼圖的教學 希望你喜歡喔